嗨,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 欢迎来到米格柴峰 真的是很多网友说 你能不能做一期BOSE的耳机 我跟他们一开始就说OK 太贵了,做不起 真的太贵了 因为他们要求的是这一款叫 Quite Comfort 35 QC35 Look,泛金光有没有 这款呢算是现在BOSE这个耳机里面 顶级主动降噪耳机 因为它真的是太好用了 所以它价格永远不会降 非常感谢朋友借给我拆封体验一下 机会来了,打开看看吧 叫做Quite Comfort 35 就是QC35 可以看到这个 上面有个主动降噪,还有个蓝牙连接 然后左侧就是BOSE 底下呢就有一些它这个技术摊数 比如Powerful Sound Wire Free World Class Noise 就是世界顶级的这个 这个降噪 NFC直接碰出手机 然后主动连接 并且呢一次充电呢 大概可以使用20个小时 支持蓝牙安卓 还有专门为苹果设置 好,打开之后 这个其实已经开过了 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是一个盒子里包装的原来的样子 OK,BOSE耳机 打开之后呢 上面有一层非常柔软的纸 黑色的纸 然后在里面呢 就是一个保护case 保护的包 然后一个说明书 教你怎么去连接 然后上面有一些纸 其实不重要 说实话 个人比较倾向于BOSE耳机 因为一直都很好用 主要是佩戴起来 相当的舒适 然后非常精致的小包包打开之后 哇 right here 就是BOSE耳机 让我们拿起来感受一下 中间还有一几个这样的垫子 搁在一起 所以你基本上拿走之后呢 再放回去是比较难了 好 真的说实话 摸起来是异常的轻盈 我喜欢耳机呢 变得非常的轻 因为它毕竟要一直带到你的耳朵上 如果太重的话 压迫你的耳朵 压迫你头发的 发根真的很痛苦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是告诉你这个左还是右 哎呦里边说一下 摸到里面好像里面真的有一些很精密的仪器在里面 OK 背面的银色款 这个应该是两个麦克风 或者是降噪的一个处理 这边呢可以外接一根线 那这根线可能是 哦 这边是一个在飞机上专用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飞机上的话 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呢 连接到我们的耳机 要实话 飞机真的很吵 然后这边呢 耳机的这个 右半边呢 是一个 这个操控键 大概 只需要把这个 放在中间 就已经开了 开了之后呢 底下又亮了 然后这边应该是个充电的 看这个NFC 是一个磁场 所以说怎么使用的非常简单 我之前已经试过了 所以在我们的手机上 无论是安卓还是苹果 我们需要下载一块软件 叫做Bose Connect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打开 打开之后 大家仔细看 这很神奇的 直接进入到里面 你要点接受 它会问一些 可不可以 就是 允许你的手机 被这个软件监控呢 你觉得OK 可以 然后呢 它自动 搜寻 此时可以看到 它已经找到了这个 你现在用的耳机 因为它是磁场 OK 然后 往下拽一下 就可以连接了 Connecting 然后此时呢 就需要把这个 然后 推到最后边的时候 要保持一秒钟 大概这个样子 推一二三 OK 现在呢 底下在闪 闪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连接了 然后上面说 OK 此时呢 已经连接上了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它问 一些这个 授权 点确认就好了 此时可以看到 这个操作界面 也就非常简单了 这底下先人广告好好翻 在右边呢 点一下之后呢 它可以调整 它这个Noise Cancellation 这样比如说高 低还是关 就是要不要开 这个降噪 但一般来说呢 我会开高一点 或者再加的话 我建议 直接选Low 因为高的话真的是 让你什么都听不到了 然后中间呢 它这个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叫Music Share 就是说 你有一个耳机 有一个设备呢 你可以同时把音乐 分享给另外一个 同样款的耳机 或者说 BOSE授权的耳机 然后呢 这边就是蓝牙 连接的设备 连接到我的手机 那此时呢 我就要听一下简单的音乐 然后我把它带上 左右 就给你走 WOW 声音瞬间低了很多很多 然后随便放一首歌曲 感受一下 然后可以在耳机上调节音量 WOW 哈哈 真的很棒 真的真的很棒 真的真的很棒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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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